所以在家里有时候不开心 没有关系 因为它都会过去 我们不能老纠结的 有一个年轻人抱怨自己的妻子 我的老婆今天最近怎么变得忧郁 人们非常沮丧 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我叫 并开始骂孩子 我太太过去不是这样的吗 这以前没有发生过 她无可奈何 就开始找借口躲在办公室 不想回家 这一天 她磨磨蹭蹭地回家途中 碰到了惠明禅师 惠明禅师看着他一脸沮丧 就问他 小青年你怎么了 这个青年回答说 师父 我为了装饰房间和妻子发生争吵 他说 我很爱好艺术 我远比我妻子更懂得色彩 我们两个人为了房间的颜色大吵一场 特别是卧室的颜色 我想起这种颜色 他一定要那种颜色 我不肯让步 因为他根本不懂色彩判断力的 大和小 强和弱 这个时候惠明禅师说 如果你妻子要把你办公室重新布置一遍 并说原来布置得不好 你会怎么想呢 这个青年人说 那我的办公室 他不能怎么布置的 对了 你的办公室是你的权利范围 而家庭以及家里的东西 则是你妻子的权利范围 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去布置他的厨房 那他就会有你刚才的感觉 好像受到侵犯似的 当然在布置你的睡房 最好双方意见一致 如果要商量 妻子应该有否结权 青年人恍然大悟 回家对妻子说 老婆 你喜欢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吧 这是你的权利 随你的便吧 妻子大吃一惊啊 丈夫怎么突然之间改变呢 丈夫解释说是 一个长老开导了她 是她错了 妻子非常感动 两人商量之后 言归于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们总是用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而且还总是自以为是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念 所以应该做的是 尊重别人 宽容和包容别人的选择 所以善于原谅对方缺点 善于融合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 做一个肯理解 能够包容他人优点和缺点的人 才是学博人的慈悲理念 紫悲容颜 连花上微笑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是你最疼爱的孩子 让我像你一样的 坚强守护每一颗心